红军又勾搭上了 我早就劝过你 赶紧找个人家算了 你就是不听 说 红军藏哪了 勾东西 你不得好死 嘴还挺硬 拉走 都给我毙了 是 走 快走 快点 走 快点 走 快走快走 走 快点 快 快走 快 快走 谢谢钱少 你不得好死 我叫你们嘴硬 我叫你们骂 现在我就叫你们骂到头 全都给我毙了 开枪 你个贱人 你命还很大啊 今天我就饶了你 我叫红军来为你收尸 尴尔都快 看起来 五千元 我没有人家算了 是 我叫你 白军撤得很快 我们得到消息的时候 已经晚了 特派员 我来我来 老胡 我自己来 我来我来 特派员 老胡 你总跟我这么客气 特派员 老胡 您是上面派来的大领导 您给评评这个脸 我给贾书记 提出要成立驱农会 可他非说什么 条件不成熟 您说 什么叫条件成熟 那条件都成熟了 还要我们基层干不干什么 他还说我不适合 干这个农会领导 可我是个老党员了 原先我就干过农会 农会是干啥的 那是专门跟地主老财做对的 我看 贾书记是在故意为难我 特派员 您来了这么长时间 您说说 我胡桂天 什么事不都是跑到前面 我干农会的时候 他们这帮人还没在呢 我领着群众 抗粮 抗决 成立赤卫队 支援游击队 我胡桂天 哪样不是跑到前面的 可他们说我啥 说我显摆 我看 他们那些人呢 就是怕有人抢了他们的官 还有这种事 特派员 咱就说您住在我家 本来就是工作上的需要 也是您特派员选定的 可他们在背地里 硬说我是在讨好您 拔解您 还说我虚伪 你说 这是什么事啊 我跟你汇报工作 听您的话 这有什么不对啊 这怎么能说是虚伪呢 特派员 我来我来 这个呀 我行着呢 老虎老虎 我 没事没事 特派员 我不管他们怎么说 我该怎么干 我还怎么干 您可得给我做主 老虎 你不要被什么思想包袱 你是地方干部 该怎么干就怎么干 千万不要因为这个 而闹情绪 特派员 您放心吧 我听您的 嗯 特派员 给您熬的药啊 也该好了 我去给您拿啊 老虎老虎 没事没事 你老记得心上 特派员 您别动 老虎 没事没事 这是我应该的 特派员 您找我 老贾 这城里农会的事 你可不能拉老虎他们后腿啊 特派员 现在 胡庄还不具备成立农柜的条件 因为人太少 当时我就建议 胡庄和刘村合并成立一个农柜 可老虎他不同意啊 老虎这个人啊 就是爱出风头 他身上沾染的不良习气 太严重了 不良习气可以改吗 只要没什么原则问题 他是赤卫队 又是个老党员 你说我们不依靠他 依靠谁呢 千万不能凭印象看人 特派员 老胡呢 确实是做了一些工作 在群众中也有影响 可是我觉得他立场不够坚定 他经常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 就在前两天 鲁四连的一个马鞭 在他家喝醉了酒 两人是出口不逊 在群众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就为这 我说了他 他竟然和我闹起来 我是怕 万一 你怕什么呀 怕 要搞农会就要跟各种人打交道 是不是 再说了 就凭这点就全盘都否认他 二区的斗争形势相当残酷 经常有我们的积极分子被杀 我看还是等打开局面再说 老贾 你也太悲观了 我们可千万不能拖革命的后腿 农会要成立 老胡也要给他压更重的蛋 老贾 我可要提醒 你是咱们党的负责人 可千万不能感情用事 更不能搞什么 土豹子作风 土豹子作风 喂 哪位 刘团长 你有什么事 霍邦 团队 我跟你说 您就放心 这盘堂镇就是为您开的 您就放心大胆的走吧 这事您就有100个放心 包在我身上了 快点 不许偷懒 快点装 装这一张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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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装